星期五,香港灣仔一家法院外面遭到虐待的印尼籍傭公 阿維亞納蘇里斯泰寧斯的支持者手舉著標語牌示威 標語牌上寫著有受害者的名字以及結束香港勞役傭人的字樣 還有示威者高富,我們不是勞弟等口號 法庭經過審理後,在星期五宣判 被控虐待印尼女傭的原僱主羅韻彤被判監禁六年罰款15000港元 這家的香港區域法院裁定羅韻彤約代一個恐嚇印尼女傭的19項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對該個女傭的身體嚴重傷害、普通襲擊以及刑事恐嚇等 受害人阿維亞納表示非常高興因為他的僱主終於被關禁起來 雖然刑期只有六年,不過對他來說正義終於得到伸仗 他還希望他這個案能夠令所有僱主引以為戒 不要傷害也是侮辱家傭 因為他們大家都是人,享受同等的權利 也有香港容忍團體認為判決太輕 香港外來印尼勞工聯合會的主席斯林嘉廷表示 判決太輕,法官不對當事人最大的量刑 將意味著港府縱容其他僱主虐待在港的其他家庭 不過女僱主羅韻彤是否上訴,目前仍不得而知 而另外亦有輿論認為在香港的外來家傭群體 早已形成強大的聯盟 他們在薪酬及勞動條件等問題上背離了市場規律 香港目前有海外傭人大約是30萬 大部分是來自菲律賓及印尼 美國時代周寒盛請,因傭是香港的現代奴隸 香港姓瑜亦因此案而受到嚴重損害 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到達到